首先就是最有關注趙政委的這個案子 我們講這個案子不是中央電視台做的 而是中央電視台做的一個專題篇 專題篇的話在專題篇裡面 就是當中的主要領導人方面就是趙政委 所以說從這個東西可以看 趙政委的落馬是一點不奇怪的 從這個篇子裡面可以看出來 但為什麼就是說要做這個專題篇呢 我們講這個其實這個文章裡面 我們講趙政委並不是冠犬不利 趙政委對十幾個批示是挺重視的 所謂的六個批示 我們因為這個專題篇裡面沒有說對地底期間 其實說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後一次 第一個我們知道是2014年5月 最後一次是2018年這個7月份 那趙政委有期就是2016年這個調查 因為年齡的問題 因為年齡的問題就是說 轉運到全國人大去了 那麼這個在他2016年4月份之後 施責平是不是還批示了 那就不關教教教委的事了 他已經調到了 所以說為什麼這個 我為什麼講這個教教委其實還是比較重視 不是因為對於這個教教教委來說 既然說他們都認為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中共裡面 管世界作用的就是領導人的批示 領導人的講話是最起作用的 比法律啊 那些起作用的很多 如果地方有什麼事情 就算領導人一個批示下去 我想這個教教教教委 包括這個陝西閃美 這個西安市委書的已經被抓的 這個避什麼州 他們同樣是抱著這樣一種心理 抱著這件事 我們一個批示下去 就能夠把這個問題解決 其實這個西安已經前進去調查組 調查組在我的印象中 在彰尼彰尼裡面講好了 是一個副市長的男人 而你來說這個級別也已經 雙都可以了 雙都可以了 不高 這裡面就存在著 所謂的下面的這個瞞報問題 下面瞞報他們 因為對他們來說的話 當然是不是涉及到 他們本人有什麼利益交易 我們這個專門店裡面也沒披露 沒披露 那麼就教政勇的情況來說 由於這個我們講這個2016 去年這個習近平的第六的批示教 那麼這個才大規模的就是 拆除這個違建建築 對習近平來說 當然他會感到心裡的非常不舒服 因為我六度批示之後 審視方面還正是隆重的 表示對這個事情的重視 一度在他來說 就是說這種事情是無法容忍的 無法弄忍的 對一個掌握著絕對權力的領導人說 我下的命令 第一次你就必須要把這個事要幹好 不需要等我六度批示 你才來把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說 他是絕對不難農了這種事情的發展 一度就是說 這種情況就必須拉這個較勁 我必須拉閃時省委 拉西安系委開刀 因為如果不拉開刀的話 就是說以後再在其他地方 我的批示是不管用了 拖到拉了 拖到表面上就是 實際上是對楊鳳因為以批示 以批示來對批示 這樣的話就是 你所謂的絕對權力 他的很多很多事情就沒辦法做了 一度來說 我們講習近平 對習近平來的 他一定不會擁有這種現場的發展 一定很大